大家好,我是北海盜女婿Jerry 在我旁邊的就是二四谷的滑雪Youtuber Denty 嗨,大家好,哈囉 我是來二四谷滑雪滑了兩天 我知道大家完全不想看我們滑雪,對不對 對,NO 點閱都非常的差,大家都不想看我們爽滑 所以我們剛滑完雪 然後我們來到了二四谷的高橋牧場 來介紹這一間披薩店 那我之前有騎單車來這邊吃過披薩 非常的好吃 而且它的大片雞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陽堤山 那吃完披薩,Denty要帶我們這邊 那我們就去高橋牧場裡面逛一逛 那還有一些冰淇淋 冰淇淋 蛋蛤 還有布丁 布丁 都很棒 有很多適合大家買的小小伴手 等一下都帶大家去吃齁 然後呢 大家看一下我的 我破相了齁 等一下吃披薩的時候跟大家解釋一下我為什麼 這邊破相了齁 那我們就去吃披薩吧 GO GO 等一下 好有興奮 然後這邊的營業時間給大家看一下 早上十一點開到下午五點半 Last Order 二四谷這邊都很浪漫 這個是有認真在 這是有認真的喔 這是開幾小時 開六小時是有認真的喔 有認真有認真 要不然很多店都兩點就關門了 二四個人太浪漫了 滑雪完然後就不做事了 這個長廊 右邊就是雪景 好啦我點的是這個瑪格尼特披薩 那你點什麼 我點的是這個 煙燻起司辣腸的披薩 來 高橋木唱嗎 因為它起司量有 這個起司口味的 然後呢 這邊的披薩 都是現點現做的 我要等一段時間 那今天沒什麼人啊 沒有等到 那我上次來我等了快半小時 這麼久 等到是餓 本來很餓都不餓 還有加點的這個 還有加點 對 它是 起司 馬鈴薯 對 那苦強這邊啊 二四谷這個區域啊 馬鈴薯是非常有名的 我們一定要吃吃看 那我就開動了 開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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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這個馬鈴的起司 非常的香 然後它這個披薩的餅皮 外酥內軟 我這個啦 起司一樣很香 然後 重點是它這個 這應該是辣腸 或是培根之類 應該是培根 糖是培根 嗯 味道很足 嗯 好吃 好吃 我之前 帶朋友來騎單車 然後帶大家來吃這家披薩 大家贊不絕口 這間真的很好 因為這家店是 我吃到目前二四谷地區最好吃的披薩 這這間店 對 如果我吃的披薩店也不多啦 嗯 可能是吃三家以內啦 可能家說很多了 這家是第一 那下次如果有機會 就會再來二四谷的話 帶它去吃 別間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超過這一間 好 很期待 然後這邊特色就是說 餐廳很寬敞 呵呵呵 真的很大 然後啊 你邊吃披薩都可以看到洋雞山 對 左手邊就是洋雞山 啊 洋雞山那邊 三頭 口罩著白雲啊 然後這個披薩我覺得 差不多是 兩人份啊 差不多 一個人吃不完 對對對 而且是蠻大的 因為是為了拍片 所以我們一人選披薩 對啊 那大家看看 等一下吃你看看 可以啊 馬格力特算是 披薩的經典款 一間披薩店 馬格力特做得好 其他披薩應該 沒錯沒錯 不錯不錯 這間披薩店 我這間單車車友 婚姻夢謙 呵呵呵 什麼時候大家才能夠來吃 這樣 嗯 哇 有趣有趣 好吃 這是我們家點的 氣勢馬鈴薯焗 因為起司在高雄牧場很有名 然後搭配上 北海道 微甜的馬鈴薯 絕配啊 優秀 好吃耶 而且這邊的人都 蠻浪漫的 很浪漫的 對啊 這個早上滑完雪 你就回家睡午覺的感覺 喔 貴啦 對 就蠻free的啊 二四股 二四股去的人都在那裡free 對啊 幹嘛在幹嘛呢 然後感覺大家都收入蠻不錯 然後整天在滑雪的感覺 很夠爽 是不是收入蠻不錯的 但是整天在滑雪 這個是真的 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邊破像 為什麼他會破像呢 剛剛來這邊滑雪 遇到就是 兩個台灣滑雪教練 高手高手 然後就帶我逛 逛全山 然後來這邊就是 這個 不能漏氣嘛對不對 嗯 號稱是 北海道滑雪YouTuber 哈哈哈哈 就鑽樹 就跟得很緊 然後就拿那個 Insta360要出來拍的時候 一不注意 我完美彎過去就 清上那個樹了 等一下他講一下 剛剛我們鑽的樹林是什麼概念 大概就像這麼密 就樹跟樹之間 就這麼密的板子 就是要從中間這樣 打指板 能過去剛好而已 一不小心就去清樹了 結果就 好像也還有一點 黑車 黑車 不過我都有帶在天堡 這個雪鏡 我彈進去 然後那個雪鏡 往那個底兩軟 擠壓 黑車 不過因為低溫 所以滑雪都不會痛 因為他等回家的時候 才會覺得痛 滑雪極限運動 安全帽要帶好 小心一點 剛剛有吃Dandy這個 這披薩味道好香喔 煙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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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邊有一些火腿 搭配上這個青椒 起司 它的味道啊 就非常多層次 這個 馬格里的皮卡 這邊味道比較豐富一點 對 而且它的那個香味真的是 很濃 你咬下去就知道 真的很濃郁很濃郁 讚 這個讚耶 好吃耶 你第一次來嗎 直接嗎 對啊 對 昨天我第一次來 好吃耶 我第二次來 我們本來要去吃一下 就是這邊那個素食吃到飽的餐廳 對 那這邊人太浪漫了 又直接沒有開了 我昨天住在Dandy家 我跟他聊了一下天 然後 他說我想他每天都要做食事 聽完之後蠻羨慕 我跟你講我每天做什麼事 他就跟我說他早上就 就去滑雪 嗯 就滑到中午回家 嗯 然後就 泡個咖啡喝個咖啡這樣 嗯 對 然後之後下午要幹嘛 沒錯 就是大概就這樣 就早上滑雪 然後 就是先喝咖啡 然後再滑雪 然後滑雪的時候 順便看看陽梁山 然後下午回家 就工作 簡便 對 工作簡便 那因為我家也可以看到陽梁山 所以就 整天都可以看到陽梁山 蠻爽的 蠻爽的 講出來他應該蠻羨慕的 就是個鄉下 鄉下生活 對啊 爽 爽 步驟比較慢 然後也蠻愜意 真的 真的是一個 北海道最爽的小鎮 不求大富大貴 只求每天有雪花 好 OK 還好 那我們吃完了披薩 現在要走過去吃甜點囉 甜點 冰淇淋 蛋茶 還有布丁 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那麼多肚子可以吃嗎 吃吃吃吃 為了大家我什麼都吃進去啊 來 我們來到了 刀球木柴 好久不見了 高橋陸廠提供兩種類的冰淇淋 這個是義式冰淇淋 這個是香草蛋的香草冰淇淋 那你喜歡哪一種 我自己的話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它是陸廠 它的牛奶油 本身就不錯 它這個做出來的冰淇淋很好吃 嗯 那我來這裡都點義式冰淇淋 嗯 都好吃 嗯 然後我看這個GoPro的前鏡頭 這真的很紅耶 真的撞得不小而已 然後呢 Dandy很推薦這邊的蛋糖 一顆220塊日幣 然後我是推這邊的泡芙 很大一顆 一顆190塊日幣 那不只這些甜點呢 還有什麼甜點 推薦的 帶大家去看一個 就是便宜又好吃的東西 好 把高球牧場的甜點一網打盡了這一次 一網打盡 是它的布丁系列 布丁喔 對那它有分這個是卡斯達的布丁 跟牛奶布丁 最後這個 Dorogel 這應該是比較高級的 它有什麼 粘稠感 會做得比較好 聽說這邊的優格很有名 喔 沒錯優格也非常的 對 優格 對那 它優格是會讓你 一喝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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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好 那我們就全部都點嗎 全部都點 呵呵呵 呵呵呵 吃不完那麼多 好 我們點幾樣就好了 對 在這個高橋牧場 這個正餐也可以吃 冰淇淋也可以吃 甜點也可以吃 伴手禮也可以買 來 大泡芙喔 好 看沒有 這個cream都快流出來了 然後這個皮是台灣人很喜歡的 真的是外酥 內鬆 然後cream很濃稠 今天這一支影片 最後一個失誤了 布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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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折騰智霧君折騰了一集 應該暴動了 應該暴動了 痛苦 那為什麼 我覺得 味道沒有很濃烈 因為吃太多甜食了 剛才吃的那顆豆腐很甜 我覺得這個就 味蕾有一點 邊際效應下降了 味蕾有一點疲乏 所以甜的甜食已經有點麻痺了 麻痺麻痺麻痺的麻痺 不能連吃太多甜食啊 冰淇淋 靠 用吃的布丁 那我這一次來二四谷兩天兩夜 謝謝denty的招待跟帶我去滑雪喔 不客氣 有滑爽嗎 還蠻爽的 爽到鼻子都紅了 我相信大家在看影片 一直在看我的鼻孔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覺得二四谷的食物怎麼樣 二四谷的食物呢 我覺得高球牧場這邊的食物 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那如果像魚拉湖那邊的 我覺得單價真的蠻高的 真的是不便宜 單價天高不便宜 那食物就 中間啦 中間就可以吃啦 但是搭配上那個高單價 我就覺得 花不太下去的感覺 對很中肯很中肯的評論 身為一個 住在庫牆區域的住民啊 其實也不太否認這樣子的評論 那 皮拉湖跟高橋牧場 我會推薦大家 就是開個車或坐個車來高橋牧場 這邊的食物好吃很多 對高橋牧場真的是一個 CP值很高的地方啦 對對對 也很適合大家來玩 沒錯 那我們要結尾了 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是單體 Yeah 掰掰 我們 neste 血篩家中的最新附送 就出來花雪 然後花完雪又來吃美食 非常棒 去玩玩阿賓 你去吃美食 真的爽 就是一個字 爽